一连串的外电焦点 美国中西部天后恶劣 在星期天遭到了夹带冰雹的龙卷风侵袭 爱荷华州和明尼苏达州部分地区灾情惨重 龙卷风所到之处 房舍全部被移为平地 当地居民形容龙卷风的威力惊人 房子就好像是火柴棒 一扫就断 而统计两周的灾情呢 我们看到的话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这里 有200栋房屋毁损 一人罹难 另外灾区瓦斯外泄居民也紧急撤离 至于在爱荷华州有400栋房屋全毁 7人罹难也造成了电力一度中断 龙卷风过后 灾民余悸犹 眼看着美丽家园成了废墟 哭红了双眼就快说不出话来 爱荷华州的帕克斯堡市 放眼望去有如战场 400多栋房屋全毁 几乎每栋房子都被绞成碎片 不难想象龙卷风威力有多大 陆树倒塌电力中断 一共有7人丧生 全都是因为躲到地下室避难 而被倒塌的房子压死 龙卷风席卷中西部 明明苏达州圣保罗市郊区 也刮起黄蜂暴雨 龙卷风在圣保罗市郊区 摧毁了200栋房屋 一名两岁孩童死亡 还有9人受重伤 灾区还传出有瓦斯外泻 当地数百位居民紧急撤离 今年到目前为止 全美各地已经有100人 因为龙卷风而送命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